刚刚我有把刚刚的程式 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方法 热透彩程式的第五页的地方 你会发现方法2 顿时间变非常非常简短 就五行程式 如果用刚刚的方法的话 要放两个回圈 然后还有K 还有J 还有I 相对的好像复杂很多 不过两个都是 我觉得都是解法 可以多多了解 最后的话 我们现在这个做的 其实最后得到结果 前七名 可是如果说今天 我们要的其实不止这样 因为这只有两年 两年的话感觉太少了 所以其实 各位可以再看一下 数学函数上面 有一个档案 叫做大乐透的历史资料下载 也就是或者你 Google一下 大乐透历史资料 因为最近好像就有一 威力产 不是有人就中奖了吗 而且好像是什么 某银行几次 十几个人是不是 不过好像又有什么新闻 说他们又不认账 还怎么样 问题很多 反正就是要评分 31亿的样子 哇天哪 好像又听说 他们是不是不要做 诸如此类 不过不重要 但是你会发现 为什么刚好 银行业 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准确的话 所以有人就在想说 到底统计学 或者用电脑去做一些计算 能不能真的是算出 号码出来 OK 而且你会发现 其实好几期的背景都跟这有点关系 甚至国外有个新闻 那个连两期的那个美国大乐透 都是同一个人 而且那个人是一个某大学教授 而且他是教什么 他是教统计的 OK 所以是不是有可能 但如果说今天我们要想知道 第一件大乐透到底历年来哪个号码开出来最多 当然第一个我们需要怎么把所有的网路资料 就是抓下来 所以你可以Google一下 这边有一个连结 就这个连结 叫做什么 乐透云 然后里面就列出来日期 中奖号码 特别号注解 那里面的话就是2020 8月11 礼拜二 就昨天的 开奖号码 6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 就一定是1到49号 而且不会重复的 那你会发现这边 这一支 这个是最近一期 再往前 你会发现这个还蛮完整的 有没有 1到46 46 是最前面的 有没有 就是2004年的1月5号 等于是大乐透第一期 那有个问题 如果今天的话 我希望怎么样 把这个有60个页面 全部都抓下来的话 那以前你怎么做 选取 就是复制 贴上 选取 复制 贴上 选取 贴上 那其实说真的 这东西其实你可以 就跑个回圈 不就解决的事情了 所以哦 其实像这个可不可以跑 也是其实也是网路爬床的 所以如果你每天都要抓某个 网站的资料的话 那那个网站资料非常庞大 那你其实可以用爬床 另外爬床的好处就是说 因为有一些是国外资料 国外可能我们现在是可能是晚上 它可能是白天 而我们是白天 它是晚上 那你要睡觉 那你要睡觉的时候 它才刚开始有资料 那你要去抓怎么办 你岂不是要调你的时差吗 对 那但是如果你今天是用程式解决的话 你可以设定一个时间 当时间到的时候 它可以自己去把资料抓下来 自己帮你存档 OK 甚至呢 它有两种模式 一个像闹钟一样 时间到 去抓 另外一种模式是 每隔一段时间抓一次 两种模式都可以哦 OK 那在VBA里面呢 具有这个方法 而且还蛮容易的 一行就搞定 时间到抓一下 时间到抓一下 那你就可以去解决很多的问题啦 甚至哦 如果你每天 像真的有人每天都是在抓这些资料的话 那如果 其实我觉得他应该去学爬床就好了 这样子就不用一直在用人工的方式完成 所以以这一题来看哦 如果啦 因为这已经算了难度了 我大概简单讲一下 第一个的话哦 各位有没有发现 如果你点选下面 点1的话哦 它上方呢 会出现什么 这是它的网址 这个后面是它的程式 什么什么点ASP 问号的话 后面就是传 它的参数 问号后面就是参数 参数名称叫什么 叫in-page-1 对不对 那old by 等于new old by new就是由新到旧 如果old的话就由旧到旧 这不管 主要是这个 如果我现在点选2的话 你会发现哦 第二页哦 那你会发现那in-page 等于多少 等于2了嘛 有没有 等于2 那也就是说这个可以把它当一个写一个回圈 那你可以怎么样 那for i 等于1到60 然后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参数变动 每跑一次就抓你不同页数 那不就OK 但问题你要怎么抓这个资料 其实如果你要抓这个资料的话 你可以用那个Excel里面有个方法 我先开一个新页好了 新的工作表 把它移到右边 插在资料里面 有一个从web 就这个 从web里面的话 你只要怎么 把刚刚的那个网址这个地方 把它复制一下 复制之后的话呢 你会发现 如果今天刷 反正不管哪一页 第几页 那这个地方的话 你可以把它 把那个网址给贴上 贴到这边 然后倒一下就可以了 那实际上 它有点像模拟什么 模拟那个IE浏览器 不过错误了 不管 反正就是给人家试好了 它里面有那个程式会执行错误 好 再来的话 你会发现 里面呢 你要抓的 就是在那个箭头的地方打个勾 意思就是我要抓这个 这个其实是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帮我抓起来 打勾对不对 按贿入 然后放在哪里 放在A1 按确定 它就帮我怎么样 把那个乐透云里面的 第二页帮我下贴下来 那如果你要第三页的话 那你什么 再往下 然后再贿入 贿入再放过来 可是问题来了 我如果 那这样好像也没比较快啊 跟复制天下有什么差别 对不对 有啦快一点点嘛 感觉 如果说我今天不这样做 你可以第一步 你可以先把刚刚的步骤 录制成聚集 OK 那你可以看到一些层次 那里面的话就会有一个部分 就是它的网址的地方 你可以把它再加个回圈就可以了 所以哦 录制 那所以 因为可能今天要演示的话 时间可能不太够了 所以我来第一个 有没有 录制叫大乐透下载 那录下来的话 大概就是长这样子 不过我有删掉一些啦 那我可以把这个地方怎么样 改一下 所以你等一下你可以拿这一段 你就如果不想录制的话 直接拿那个大乐透下载 这个是我录制的第二页的地方 那你可以直接怎么样 把它放在我们的开发人员底下 或者重新再新增一个module 把它贴上 那改的话 改哪些地方 其实你应该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重新 主要改的就是 各位有没有发现 刚刚的网址在哪里 有没有发现就这一段 那indage page等于1 所以我可以怎么做 1 我可以在这个上方 打一个enter 打一个for for i 等于 1 到 60 enter两下 打一个next 然后2的话呢 就是把这一段 with到endwith这边 拖拉到里面按个tab 因为你要下一切嘛 然后第三个步骤呢 就是把indage page这个地方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 一一改成i 怎么改 双印号两个 移到中间 end end 移到中间加个i 蛮好用的 所以我之前就是 跟各位讲 刚才把它背口诀算了 反正你即便不知道 你还是写的出来 也不会错 好 再来的话你就把它执行 它就会直接怎么样 帮你把60页全部 给抓下来 但是还有个地方 这个地方 destination 有没有 就是你放哪里 它预设都是A1 那如果你A1 第一页是A1 那第二页又A1的话 它其实不会把它盖过去 它会向右移动 就是把第一次的移到右边 然后第三 第二页的又过来 第三页又把第二移到右边 所以 以后的话第一页都在最右边 就不是纵向的 是横向的 这个其实可以跑一下 不过要跑一下下的时间 最后变成说 它就横向 它不会纵向 所以 我们如果说 有没有发现 好快 这样完成了吗 看一下 对 有没有发现 这个是第60页的 第一页在哪里 Ctrl向右 有没有 就在这里 2010的 有没有 它变成说 第一页在最右边 然后第二页 第三 第四 最左边的话 就第60页了 很快 一下子全部抓下来 但是如果说 我今天不是要这样子 我希望怎么样 第一页放上面 第二页再放它的下面 第三页再放它的下面的话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其实 再多一个变数 哪个变数 这个 1的地方 那1的这个数字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写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什么呢 假如这个目前A1 如果完全是没有东西的话 那表示说它 里面都没有下载过任何东西 如果等于空的 然后 OK 那我们会多一个变数叫R 加个L 反之是怎么样 一要end if 反正这个判断一下 如果A1 现在里面是空的 那我就多个R R就是哪一列 等于1 从1开始 然后呢 反之 所以这个地方 有没有 你可以把它改成R 双引号两个 移到中间 看一下 这个1 它刚好是最右边 所以其实你不用用那个delete掉 end R就可以了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如果说它 假设A1有东西的话 那我就R等于什么 向下追踪 从哪边追踪 从range 这个追踪我以前有讲过了 向下追踪嘛 点end end 向下的话 xf down 然后点R 取得它最下面那一列在哪 把它加1 就可以了 一定要加1 因为如果不加1的话 追踪到 假设是90 如果你从90 那是最后一列被盖掉 应该是91才对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向下追踪的动作 所以特别说就是这个地方 逻辑判断 如果它里面没东西 那我就从第一列开始 如果它没有东 它有东西了 那我就向下追踪之后 再把它加1 然后把这个地方 串一个R就可以 因为它是在那个字串里面的最右边 这个程式其实也有啦 你们其实可以参考云端百版 那个 又把它改名叫批次 批次大乐透下载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跑跑看 这些地方执行给各位看 理论上应该是还蛮快的 它就是第一页 然后再向下追踪第二页 向下追踪第三页 总共的话就60页 60页 很快的话 就全部都下载 感受向下 有没有 到这个5384 全部都下载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这样应该比 复制地上快很多了 不过 这样做完已经很快 可是好像还没结束 因为还有一些资料 我们必须做一些处理 哪些地方要处理呢 这个它只有年 这个才有年月 所以把这个年月 应该是理论上是复制贴到这边 恢复成原来格式 底下这两列把它删掉 删除列 复制这个结果 放在这里 然后格式改成什么 格式可能要改成就是说 俗成格式 记得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原来日期 用标准的 有没有 把它复制过来 复制到哪 复制到它上面 把它改成这个格式 把这两列删掉 不过就要做很多事情 然后在什么 再把这六个号码分开来 因为你没有分开来 你没办法做统计 有没有 就七个号码 所以这个就是 历年来的大乐透的开奖 的资料 那我们就可以拿这个去统计 统计的方法就是什么 康义服就好了 然后一到四十九 那不就跟刚刚一样吗 有没有 马上可以知道 哪个号码 历年来开出的几率最高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大概讲一下 这个是一个简单的案例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回去可以试试 试做看看 不过这个是属于比较 初阶的一个爬虫 那未来如果你要做 更进阶爬虫 那真的是效益非常大 等于就是说 你根本不需要 一个人随时随地在那边 而且半夜说真的 随时 而且你一个人 可以爬多少网页 但是如果你有城市的话 你可以同时可以爬 全世界一万个网页 都可以全部爬下来 把它存在esale 你要做一些分析 假如说你有一些演算法 你有一些公式 你要判断什么 什么什么结果出来 你要做一些投资的话 那其实就非常的快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大乐透的这个历史资料下载 那今天的话大概就是先讲到这个 下一次的话 剩最后一次 下下礼拜 那我们就剩下就是讲那个第五个单元 检释与参照 主要就VILU函数 另外还有像INDEX INDREG 之类的 当然有些东西就VBI写的比较快